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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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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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部utun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那其实 就算是 invisible 雀宜山其實就是村西北最大最高的山脈 那裏有6000海拔 這裏整個四川西北部 其實都起碼有3000多米到5000多米的海拔 即使這裏也有4000多米的海拔 那不是有高山反應嗎? 有的 有高山反應 但你慢慢適應 我看大陸戲那些人臨走大路 臨走的公路在岸城食業就是這些地方 這個叫馬尼干戈 嘩 但是那些地方不會難的 是 就是那些城市 這個就是馬尼干戈 這個就是經過沿途的雪山來的 是 是整個馬尼干戈的保護區來的 其實都是有動物呀植物呀 很多在裏面有雪山這樣 我們再 嘩 這個面 這個都是馬尼干戈的沿途 經過的那些戶 那些雪山的戶 就是雪山的戶 是 其實它叫做 玉龍色錯 嗯 那其實都是 叫做新路海 那旁邊是不是有些人露營呀 不是吧 應該不是 它是樹形呀 其實它就在雪山下面的 其實它這個叫 它有個簡統稱 即是他們當地人叫做新路海 路是 一條路的路 新是 新舊的新 新路海 那些水就好像很清 是啊 周圍其實都是一些草樹、松樹那些 就是 這個就是 在新路海 引發過去那些雪山 哇 這兩個新拍拖的女朋友 抓她到個湖裡做理呀 你怎麼想要試過 真是雪山的戶呀 現在 雪山的戶呀 好就是 接著後面呢 就是穿宜山來的 穿宜山那些公路 其實我們沿途會在那些公路走的 那真的會走的 就是車行啊 現在就是在其中一個 路灣位停下來拍攝 它有成幾十座的 這些路應該不是太危險了嗎 其實它要上鐵鏈的 全部因為它會滑 有雪山會滑的 我知道它滾上鐵鏈而已 是啊滾上鐵鏈而已 這路應該不是太窄的 不窄的 你看起來好像很險要 實際上是不窄的 是怕它滑而已 所以上鐵鏈 是怕它滑而已 但是它 五千米的雪峰有成三十多座 這裡連綿都是一排的雪山來的 那些如果你開車 頭一段就覺得很宏偉很特別 哇 看來你不斷走一個 就這樣拉走一個 那坐多少台車 你沿途經過 一路沿途 其實它一個完成 它一個完成也要幾個小時 一個完成 因為其實是很遠的 其實你看個點 那全程呢 全程 可能是這樣的 一天早上七點多八點出發 然後就中間停車拍照 去廁所 然後中午吃飯 你可能要去到下午才有正式的一個景點 你上午就可能是乘入乘車 然後中間就可能停在這些類似的雪山場拍照 其實那些完成都是一個背伏的 看到人們送貨 剛好撞到 哇 看到人們送什麼貨 那些人屌真的這麼辛苦 只要開幾個小時來 接著他 那些塗車司機 就是 我們說只要開幾個小時才完成 是啊 那時候也是啦 比如在泰國 說我們年輕人的時候 八天遊 金團 金團 哇 他為什麼要玩多八天呢 如果你住得很遠 比如說華欣 他第一個景點 可能要下午才是景點 第一個景點 坐幾個坐車 是啊 好 坐他 這個都是沿途的景點 沿途的雪兒山 這個村角 這個海拔停下來 他有個牌子 差不多成五千米 因為沒有人住的 沒有人住的 沒有人住的 其實你翻過一個雪兒山 接著之後呢 過了一個雪兒山之後 你去到另一個縣城才住的 其實那些都叫鎮的 都不是叫縣的 是 這裡呢 這個就是德格那個藏經 藏經閣 它是被譽為印經和圖書館的 被譽為藏族 最大的印經藏書館和圖書館 就是它裡面有很 就是它的經典是 就是它印經為主的 這個字圓是 最大的印經字圓 德格很出名的 這個字圓 在藏傳佛教裡面 這個很多遊客啊 多遊客啊 因為很多人慕名去看 這個印經其實 本本經書啊 很多地方 都是清聖的 是啊 這個是印經的地方 這個就是阿清寺 其實大家到了西藏 其實你經過雪兒山那段路 旁邊就是西藏 很漂亮 就是村莊和西藏交界 其實我們一直都在四川玩的 不過就是 去過雪兒山啊 德格啊那些 其實如果你看地圖 就正正在村的隔離 村莊的點 都是交界線來的 這個是阿清寺 就是全國最大的女梨菇 即是 即是修煉的地方 即是剛才那個五名法學院 只是有最繁榮的 仇得幾百家 他這裡全個 還要在一個江 即是長江轉幻的位置那裡 去整個 全部都是他的屋來的 是最大的 也是梨菇的 好 只要在山上拍下去的 所以這個地方 是很神聖的 而這個景點 也是很多外國遊客 很多旅客去拍的一個點 很多很神聖的地方 都不神聖的 不過不能夠一逐谷打一旋人的 我們香港現在都打梨菇了 打空位又沒有的 我不是我經常承認這些 有雞頭的 哈哈 應該沒有的 這裡應該沒有的 這裡沒有的 但是你說 是宋國的 不要說詞 但是你說有沒有梨菇 在縣城的 或者在鎮裡做雞 就可能有的 和尚就是吊雞 吊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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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需要 是嗎 這個就是 都是長江峽谷來的 這個也是途中踏車 就是縣城 其實他們 好像四川 新疆那些 根本你是 中間的景點 可能沒什麼特別 就是看寺院 但是反而你沿途經過 就是看這些景 天然 接著這裡就是 另一個角度 同一個 另一個景點 這裡呢 這裡就開始進去 渡城阿丁 OK 所謂傳說中的 增淨方向 現在去到阿丁的周圍 邊皮的地方 看著那天上去藍一點 是的 那裡再去 這裡有兩個湖的 這個是 那個叫做 海紫山 有兩個海紫的 兩個海紫 卡紫山 海紫山 普通話叫做 卡紫山 卡紫 海紫 好 再 接著這裡呢 就是進到 最後的鄉格里拉 三座雪山 是的 三座雪山 其實是很難同時 同一時間拍到 而你看到中間 最正宗 可以全個山看到的 就是他們那個 消失的地鼻線裡面形容的 最靚的那個雪山 叫做 它裡面有三個神山 一個央賣勇 一個叫夏洛多吉 一個叫 有三個山 這個是最高的 其實三座山的海拔都差不多 最高的就是六千海拔 你現在是不是這幅圖 已經是三座山 是三座山 但是 它這裡很大的 有很多景點 你只要看到它的側面 你要看到它整個正面 是要在另外一個景點 這個叫珍珠海 是它 這個 這個最中間 這個主要的神山裡面 央賣勇裡面 那些冰川雪水流下來 形成的一個海 消失的地平線 其中一個形容 那個地方 有三座雪山 就是這裏 所以 但是阿丁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是政治上面的考量 但是你們自己帶人去旅遊 都一定看在這裏 這個是真是最沿途 看那麼多景 都不夠來到這個景 就是 這個就是阿丁 這個就是進去阿丁途中的車程 經過的 這個就是珍珠海 珍珠海的 不過它那時候鹿油油一點 就是一些樹木 鹿油油 很漂亮 是啊 這個就是那個 這個就是那個 它有三個景點 一個就是珍珠海 一個就是樂榮牛巡 一個就是沖谷子 這個就是沖谷子 下面那個雪山 那麼像獅子山 那他沖谷子看的那個就是央賣勇來的 叫做央賣勇的神山 就是第二 因為他們說這三座雪山就是一個說明蘇斯利 金剛壽和普賢 是說有三個菩薩 是每一個山代表了一個菩薩的 所以在他們當地 這個都是沖谷子裡面的景點 是很漂亮的 這個就是樂榮牛場來的 高牢 樂榮牛場 它旁邊是有很多的森林馬 有很多放牛放馬的 這裏是一個樂榮牛場 就是它主要其實有 還有多兩個 不過那兩個景點就不是那麼出名 這幾個最多是它 因為景點是不是已經變成了很多的旅遊設施 都不是的 現在這些都是最近影的 都是很自然的 沒有什麼說 突然間那裏又有些餐廳 然後買些水 就沒有了 都會有 但是它始終可能是建一些木屋給你去賣 但是你真真正正影響這個景點的東西不多 就是它還是保存得很好 但是譬如你好像九寨那些 就變了很多人 就是那些很人工化的 很人工化的 那些已經是 那些大陸的景點 你去到 多人的九寨溝不會是人工化 人工化 還有現在這個景點 怎可以住進去裡面的壯寨裡面 就是說你那晚是住的比較普通一點 但是你九寨溝 根本你是第一樓不會住的就是溝溝 你一定是住溝口外面的酒店 全部都是超六星的 就是 是啊 這裡是駱湧牛場 牛啊綠啊馬啊 什麼都有的 就是它這裡的水草很漂亮的 這個就馬上湯去吃刺身 你敢不敢認識 我敢不敢認識 這裡也是駱湧牛場的景色 你這樣看起來真的像歐瑞士的地方 是啊 它真的風景是很漂亮的 所以它被譽為最後的香格里拉 因為它的風景 你現在這樣看 之後又看到風景 但是你去到當地 你還可以感受那些人物風情 那些藏族人 那種很寧靜 和很單純的感情 你會看到 其實真的很漂亮 我去到很震撼 我去過兩次 這個是桑堆 那些紅草波 其實那些都是棗類植物來的 全部是湖裡面 全部是紅色 就對了 如果九月十月去 才會看到這個景 就是那些河水 對 那些是棗類植物來的 全部都是 這叫桑堆紅草植 就是這些真的要去 那些水是倒影的藍天 就是這些 上有黃紅葉 你去到四川 多數經常都看到 藍天白雲的 那些天氣很漂亮 因為它都不經常下雨 都是乾燥的 這個就是九龍縣的五衰海 五衰海 叫海的 只有湖 其實都是湖 因為又是遠離城市 本來的 大海的 這個就回到成都 這個就回到成都 這個就是酒吧街 我們叫這些才有 這個叫九尾橋 這個叫 多不多女的 當然多 很多 這裡有很多 很多女的 不是開玩笑 這個是酒吧 集中在這裡 就是濺度 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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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街頭都有 不只是四川 多數應該是坐底 不是 他玩了很多遊客 很多外國人 在這裡 因為其實看那些香格里 其實很多四川影點都會有很多外國人去 好 再去 這個成都 這些就是精神 陳足 陳足 對 始終我們都是 你看我們 中國 尹尹 尹尹 尹尹尹 咦 四川火 這個 白色那個是什麼 這個不是 這個高 好像是 你有沒有說 真正在四川 有有有有 跟香港那些是否不同 其實 好吃很多 野味很多 但是那種麻辣 四川出名就是麻辣 重慶的真是特辣的 大辣 你吃得辣就可以 他不會麻的 但是四川就是麻為主的 即是吃很多 全部放很多麻子的 我的朋友是四川人 即是在香港住 他每年回鄉下就是拿些辣椒下去 因為他們四川自己要的辣椒 乾辣椒 是的 他們在香港買不到 對 這是什麼 胡蘿蔔 胡蘿蔔 四川的 不是上海的 不是 四川的 但是我常常在上海吃三六九的 那些吃 是香港的 都拌亂菜 現在都拌亂菜 村菜胡菜 無緣的村菜胡菜 無緣的村菜胡菜 賣村菜又會有什麼 東北菜又拌亂 即是一間主食的 什麼都有 是老菜 有牛仔 公寶雞丁 四川最出名 我相對以為 因為我吃那些 有手大 那些廠海店都說公寶雞 牛肉肉 公寶雞丁是四川 這是辣子雞嗎 公寶雞丁 不是 是橙橙底酸酸底 公寶雞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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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兩皮 兩皮 我也有吃過 是四川的嗎 四川的 我還以為這些是上海的 不是 他上海的四川 混在那間 搞得我很肚餓 麻婆豆腐 這個最出名 麻婆豆腐就是四川的嗎 四川的 有個麻婆故事 那我有沒有聽過 你不說了 那你不說一下 不如說一下 我不說了 麻婆豆腐 就有個麻婆米豆腐 那是美鳳 各位網友 三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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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一條問題 豆腐答 答中的 就會 免費 我們會通知你的 即時通知 免費獲贈 這個價值七百八十元 一瓶 的木筋 眼藥水 今天問題就很簡單 那 剛才我們成習 講這麼久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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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 究竟 鄉格里拉 這個地方 這一個地方 鄉格里拉 就是英文來的 他本身是什麼快樂和平 很美的地方 西外桃園 令人嚮往的意思 令人嚮往的意思 是出現在 一本 什麼 的書 這個作者 去過這個地方之後 回去寫一本 叫什麼的書 A 消失的 鬼腳七 B 消失的事業線 B 消失的地平線 C 消失的飛機場 A B C 84811079 A 消失的什麼 我都忘記了 C 消失的飛機場 C 消失的飛機場 C 消失的飛機場 答對 84811079 夠快 其實夠快 可能已經答完了 消失的飛機場 消失的飛機場 哇 700多元 780元的木晶 硬藥水 好多謝 Vicca 大家可以預約 我們星期六 Vicca的同事 會上來和大家 驗血做一個 不是簡單的 其實有很深層的 Body Check 真的很值得做 很值得做 那個檢測真的是 是的 值得做值得做 還有我們下星期 我們看看去哪裡 你早點通知 我早一天 讓我嘗試找到當地的美食來吃 好 剛才看完這個 沒有龜丁家 我肚子餓 不,我看到她的涼皮很肚餓 是的 OK,明天再見 好,謝謝 請繼續報告 去網賽 29號